台湾农村产业也可以很浪漫哦 瑞穗农会争取推广食农教育 结合在地青农开办了 七夕情人节巧克力首作的课程 尤其特别加入在地文旦又来提味 丰富巧克力的风味层次 而参加的民众不仅觉得又浪漫 而且很有成就感 在你的加热的过程中 会发掉一些温度 跟着讲师王玉祥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将碗中的巧克力都加热 再依序加入鲜奶油后搅拌 由于绝大多数都是头一次制作巧克力 大家有些手忙搅乱 因为刚开始吃 所以比较陌生 怎么会想说来参加 还是要学习 那你做好的巧克力要送给谁 送给老婆 新的融会现在感觉这样子 真的来这边学习是很好 嗯 第一次 嗯 嗯 嗯 除了黑白巧克力主料 特别融合在地浓特产文旦又 加入柚子皮以及柚子盐来提味 城市丰富 每一个人吃了都觉得很浪漫呦 不仅是带领民众亲自制作七夕巧克力 透过了简报 讲师王玉祥也向台下学员们 介绍巧克力产业历史及特性 让这一堂食农教育及浪漫又执行 跟这次我们的节庆做一个配合 所以我们决定去教学一个巧克力 然后顺便让大家认识做巧克力豆 那这个东西 并且我们结合当地啊 我们的文丹佑 去做一个超新结合 让大家认识到我们这边的文化跟巧克力 可以去怎么样的做结合 瑞瑟江农会迎接中国七夕情人节 特别在争取推广的食农教育创新整合计划中 带领大众认识巧克力豆农产生态 并且也将在地农产文丹佑 加入巧克力DIY体验课程里 让大家品尝从产地到餐桌的食农教育滋味 今年我们瑞瑟农会有新的那个场域空间 就是瑞瑟农会生鲜农产聚会所的一个食农的体验教室 那我们一节庆设计了一些产地到餐桌的课程 那现在情人节快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设计了浪漫柚的巧克力课程 然后让在地的乡民来体验来参加课程 推广在地食农教育瑞瑟江推得很浪漫 整合在地农产及青农资源之外 也充分利用重新开幕的农会农产生鲜聚会所教室场地设备 进行一堂浪漫又甜蜜的食农教育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导 换通知哲论又甜蜜的食物 抢手 koll